Hello,今天来跟大家介绍USBONE最新的工具书 那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买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书 因为它的用途非常的广 比如说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或是搭长途的车子 或是旅行的时候 非常非常适合孩子们来做使用 他们可以打发使劲,也不会吵闹 那像我呢,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带孩子出国去 所以这些书以后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需要用得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致上的内容 其实基本上这两本是很新的 然后我不会全部介绍,因为它真的很厚 这本呢我很喜欢 它是有关于在Travel旅行的时候可以用的Activity Pad 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就是出国去玩的时候 或旅行的时候可以去来做这个使用 这本呢,它的size还蛮小的 里面内容呢,还都还蛮丰富的 就是...告诉你说 啊,怎么玩影子、手影啦 然后画画啦 走迷宫 Spotting Spins 然后很多,还蛮豐富的这本 然后当然呢 最后面呢 通通都有解答 那你看也有折子 所以孩子在旅行的路途中 或者是在饭店、房间里面呢 他都不会觉得非常无聊 他都有答案的 所以不用担心说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来去使用的 OK 那这本呢 是携带方便性的 那接下来这本呢 是Babe Activity Pad 是很大火的工具锁 它也是 FIRSTBOOM最新的 昨天才拖糖妹从美国帮我带回来 你看它这么厚耶 然后呢 它的内容更丰富了 什么都有 拆字啦 拼音啦 画画 插图啊 什么通通都有 然后还有贴纸 当然还有贴纸 那这本呢 基本上我是比较建议在家做使用 因为它太大本 太厚重了 所以不太适合带出门 我们稍微翻一下它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这本的程度呢 说真的是有点难 那反正我想说 孩子总是会长大 会用到嘛 只要好好培养的话 程度有跟上来 应该基本上来讲 父母培动在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会非常喜欢收集这些书 in case 以后可以用到 OK 就这样 The End 了